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左看第二節長毛 華叔扔個問題出來了 搞談補選 泛民閒閒地要千萬 那你那千萬怎麼來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怎麼研究補選 如果根據這個正常的選舉來說 是有選舉上限的 我相信補選也有選舉上限 我們就照選舉上限籌錢 我選舉是200萬 我覺得不是太難 你有目的籌錢就不是太難 你就這樣說我要籌錢就難的 譬如現在舉例這樣 這個社民營說要買匯市 我們都要投了百多萬 一個這麼小的黨 有個目的就是我們要 這個社民營長遠的發展的時候 要有匯市 那些人就會給你錢 補選當然是一個政治議題 當然我們就用這個議題籌款 為促成一個香港的變相公投 彰顯民意 爭取2012雙普選 爭取真普選 這些議題都籌不到錢 沒有理由 我覺得 說實在一點 華叔不是說一區百多萬 那這裡可以籌錢 其實很簡單 現在你的社民營已經說出三個人了 如果真的到時要籌錢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籌回我們那份 不足之數再籌 其實我們籌了百多萬 最多就不要一個匯市 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做一件事 你一定要考慮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政黨 為了特定議題 都沒有籌款能力 在香港來說 我都是匪夷所思 華叔就說 現在你不是單止說 那區的問題 現在你每一個議員 新增16萬 補選期間 4個月64萬 5區就320萬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彈藥 當你出了三個了 另外的泛民背了兩個席 因為你說得這麼好香 你真的說要負三個席 那你們是即時的彈藥 足不足夠應付到呢 究竟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再計那個 我不知道他指什麼 就是說 是不是說我們 辭職之後 那些職員的人工的問題 很多東西 職員人工的問題 如果立法會給我們的人工 最多都是 我記得是12萬左右 那12萬乘4都是48萬 如果講人工的話 我們只是拿這麼多錢 那如果你說 以那個數字來計 就是48萬 當然我們做個campaign 是要錢 我真是大謊言 大謊言的數 200萬可以嗎 每個區200萬 那你每個黨 就是泛民23個議員 去籌 大約800至1000萬都籌不到 我真的 我覺得我真的有信心 他真的沒有信心 我真的有信心 我真的有信心 他為什麼沒有信心呢 一千萬都要講得很容易 你沒有目的當然 你看到台灣震災 一半都是使善悅夫捐出來 哪有這麼多人捐錢 大佬 你有需要 如果你有需要 就籌到錢 如果你沒有需要 就這樣犯犯說 現在民主黨很窮 籌不到錢 等於你去問一個朋友 你說 拿著一萬來洗 行不行 那當然不行 你說我老爸有癌症 你拿一萬去給你 錢這些問題 其實現在我和你談 你才會想 還是你一早已經想過錢的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就沒有打算要用二百萬這麼多 我打算一百萬已經夠了 因為 我這個政治議題 這麼明顯 其實就沒有需要太多花巧的東西 就是我每一次選舉 我見到 不論是泛民主派 還是保皇派 都大量製造垃圾 那些旗海一片 我都沒有意思 我記得 我今年 在馬鞍山 我叫我的助理 說不用整旗海 他說不是的 一定要整的 去到他都說 你說得對 因為 社民連整一百支 自由黨整五百支 民憲連整一千支 就過分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那個campaign 就是 就是 如果你說的是正義動員 我們要大量 是recruit一些義工 就是 由義工的投入 去解決我們 一些用財政 去解決的人力動員問題 我們文宣那些 也都不用 弄得太漂亮 我覺得 這個是政治議題 就是我 和大家的看法是不同的 而說 他說 有一些 文宣也都不需要 是五區分開做 一區做已經可以 就是說 一個版本已經可以 因為現在 泛民主派 對於選舉 已經有一些 寫本續末 他是希望 在技術上做得更加好 出完一款傳單 出第二款傳單 又要拍這個照 又那個照 又怎麼樣 其實這個議題 是很清楚的議題 我覺得 我不會認為要花太多錢 譬如 要不要在獅子山 那裏買一個大廣告 我覺得 未必需要 你認為清楚 但是一般 大家都認為 一般的概念 補選是民生議題 談談經濟 那你要扭轉 因為我說 包圍你的支持者 當然會覺得沒問題 我們還有很多個當區議員 我認為當區的議員 他現在在新界 其他議員可以代我宣傳 他推薦我 我覺得這樣 當然要計算 在選舉經費那裏 當然要看整個 看別人怎樣搞局 你說一件事 都要幫你偷探 幫你 neutralize 現在 在所有反對 五區普選的分析裡面 根本就是前下矛盾 有些就說 對方的動員能力很強 如果輸了怎麼計算 有些人說 人家不出來 你怎麼計算 其實兩個分析 是完全矛盾的 至少華叔自己說 還有一個問題 你要回答 就是長毛 就是說 如果對方 建制派 不派人 或者選擇性派人 那就選擇性派人 那為什麼呢 他就選 我們有信心 在每一區都贏他 他派誰出來 我認為六四 他不派 他不派 我們派多一隊出來 現在選舉法沒有說 相同政綱 是不可以出來競選的 但是華叔答我 說這樣搞笑一些 怎麼會少一些 搞笑一些 自己派出來不搞笑 自己派出來不搞笑 我們華叔有沒有搞錯 他不派人出來 我們要個票數而已 譬如現在 我們要全香港超過一百萬票 OK 這樣算 要派誰出來 很簡單 五個人出來 然後找另外五個人 都是贊成2012 跟我們那個 agenda一樣 就算投落一和二 都是這麼多票 那只是數一加二的票 就行了 第三 那些他不出來競選 那是誰事 我是數票的 我明白 我以為你說 選一個找一個是相反的出來 當然不是 OK 我相同就行了 因為選舉 潮例沒有說 雙重不可以 如果不是 你都不會民主黨出三隊 為什麼 為什麼 當他們要分票來拿到一個位 那時候 那麼英明神武 頭腦靈活 老活神通呢 他們喝了三邊酒 那些問題不行 是可以的 譬如現在我們要一百萬票 那我們一加二 是一百萬票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是一廂情願 沒有一廂情願 一廂情願 將這個issue 變成一個單一議題issue的公投 那如果譬如說 喂 香港很多玩英文化的 又弄個蕭絲綱 弄個林依麗 弄件柳玉成 這個不用說 那些是 連一個percent的選票都拿不到的 再說這些是多餘 不會 但是它在forum搞局 沒有用的 我們要一個票數 不是 因為你的票數 我們那個mobilization 我們那個 是不會 因為有人出來搞局 而受到干擾 受到干擾 受干擾的程度很低 因為 出得來投我們票的人 如果我們做這個mobilization 公投 喂 你那些人不是盲的 就是說我們的 湧蹬不是盲的 由我們開始 現在已經炒得這麼熱了 到我們真的五個人 在立法會在最後致辭的時候 是全部媒體觸目的 第一 你要中共先忍住口 我想它不會忍得到口 就算它不參選 都一定是罵的 我覺得 在說這些 包括華叔在來 是完全 是靜態分析的 是動態分析的 是不是 老老實實 我問你很簡單 當時 你老實說 你關心政治 不關心政治 不會投票 關心政治的人 都是只有一個指題 到底投不投 是 很簡單 大家 到今天 我都不明白 提出這個論調的人 如果香港人真的這麼濫感 那就抵外輸了 但是傳媒 會不會跟你大合唱 如果傳媒搞論壇 明報 TVB 會不會跟你就著話 他一定會做的 他一定會做的 但是這個論壇 他可以當時經濟 經濟 經濟教育 會不會跟你玩一份 先碰一份 我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一個政黨 是連這個紀律都守不了 那就叫他回家睡覺 我們是為了一個 一個package的單一議題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說話 就算說旁及其他 我們都回到那個本題那裡 我們當然會說 你覺得沒有最多工資不行 沒有最多工資 為什麼 很大的程度就是沒有普選 我們一定會這樣說 阿哥 我們是用最大的政治能量 去動員我們的群眾 去左右傳媒 如果不是從這個角度 其實中立公說得最好 我現在很討厭他 他政治動員 現在全部都不是從政治動員的角度去說 什麼都可以說 稍後回來繼續長毛回應 各界質疑 的五區總統答問大會 休息一會